老闆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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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 我们来开始上课 大家奖励拿出来吧 我们今天的话 在七点我会把这个 我会把 我在七点之前 我会把这个 我会把这四十一交完 7點5分左右 畢竟我們大概6點5分開始 那這個交完以後的話 我們就有這個誤化的實體 那如果你們要留就要走 如果你們拿了就聽一下 好不好 如果 沒有 因為不好意思 就是耽誤你們時間 讓你們聽一下 對不對 我要不用準備啊 跟我講我就給你了 耶 來 OK 來 同學 這個 證明的內容 我下一次 我下一次再 我再講 因為今天會把變異數跟標準差 這兩個數值 所以我把這個標準差的公式再跟你們講一遍 欸 那個你們需要教到標準差嗎 教到了是不是 可是你們 A6沒辦法 你就先聽一下 這個標準差喔 這個 它主要是用在幹嘛 用來討論資料是集中的還是怎麼樣 分散 可以嗎 還有兩種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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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怎麼樣 一個是鋼號 Sigma SI 寫μ的平方 數以N 這個μ 是我們的 平均值的意思 這裡叫 X方均 它的口訣 是 X方均 你把每一組資料 扣掉平均值的平方加起來 再去處理平均 再去取平均 再開根號 這個東西 就叫 我們的標準差 第二個 叫做 更號的 方均 減均方 Sigma XI 除以N 減掉μ的平方 這叫做 更號的 方均 減均方 平方的平均 扣掉 平均的平方 有這兩種寫法 好 那我上一次有說過 這個資料的使用時機是不一樣的 標準差 如果是X方均的話 使用在資料明確 什麼叫做明確 例如說 你這個每組資料都知道的時候 還有資料比較大的時候 會用上面的式子 可以嗎 會用上面的式子 那下面的式子是資料不明確 跟資料怎麼樣 比較小的時候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這樣OK喔 好 OK 這樣齁 您確認大部 你怎麼想要 我 我昨天去看那個 哥吉拉 好看喔 沒有講 沒帶是不是 沒有 你沒有什麼 哥吉拉 超好看 如果你們喜歡看怪獸 我還可以去看 真的這樣 好 在那邊 登登登登登 很大隻 看起來很像吉拉 你知道嗎 很帥氣的 好 這兩個OK喔 同學 欸 帥哥 我這邊 再上 來 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問題喔 上一次我們講到栗三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栗四 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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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栗四是怎麼樣 我們把40個資料 平分成AB兩組 以至A的算數平均數為5 μA乏5 σA乏3 B組的算數平均數為7 變異數為 同學 你要注意喔 這裡講的是變異數還沒有怎麼差 他講的是變異數 是有平方的這個 可以嗎 變異數喔 這個就是標準差的平方 變異數就是標準差的平方 前面有喔 好 那B組的算數平均數為7 μB等於7 變異數為1 σB的平方 等於1 知道這OK嗎 好 那這時候40個資料的算數平均數是多少 變異數是多少 來那我們來看喔 同學這個資料是明確還是不明確的 這個資料是不明確的 看得出來嗎 你知道這個A組資料第三個是多少嗎 不知道 這個就叫不明確 可以嗎 OK 他就給你一坨資料這樣子 那既然資料不明確的話 我們剛剛有說過 如果資料不明確的話 你要用X方圈還是方圈減均方 是不是用方圈減均方 其實你想一想也蠻合理的 如果你用根號X方圈 你資料都不知道你怎麼減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X方圈不能用是蠻合理的喔 只能從方圈減均方開始 那這題重點就是我們要好好整理資料喔 來第一個 他說40個資料算數平均數是多少 那我們知道 μA跟B一起來算的話 是不是把A組的平均乘上A組的數字 加上B組的平均乘以B組的數字 再除以總數 那我們資料是把40個平均的 所以每一組有幾個人 20人 5乘以20 再加上7 乘以20 再除以幾個 除以40的A級 等於6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喔 這樣可以喔 OK喔 好 這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變異數怎麼辦 同學你去想一下喔 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你去思考變異數要什麼東西 注意喔 變異數都是有平方的 所以這時候有沒有根號 其實是沒有根號 只是我們都是被標準差的公式 這樣OK嗎 那如果要變異數的平方怎麼算 是不是 就是 A跟B的資料的平方 除以平均 再扣掉平均 的平方 可以嗎 那既然這樣 你需要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要A組資料的平方 跟怎麼樣 B組資料的平方合 那請問你 A組資料的平方合 跟B組資料的平方合 跟B組資料的平方合 藏在哪邊 藏在 A B的變異數裡面 對吧 因為A組資料的 變異數為3嘛 代表方均減行方數3 對不對 可以嗎 你是不是聽不懂 我公司在講什麼 這個 你要這樣不客 好 那像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A組資料的變異數 根據公式是什麼 根據公式叫做 20分之sigma A資料的平方 扣掉 A的平均是幾 5的平方 方均減均方 平均數的平方 根據提議的A幾 屏幕說是3 那你要算這一組資料怎麼做 同學 一次看完 先把5的平方移過去 乘以幾倍叫 20倍叫 所以 Sigma XA組資料的平方 就變成3 加上5的平方 再乘以20 等於幾叻 25加上28 才是10幾 560 可以嗎 OK 就這樣 560 OK 好 換上來 這個下一組資料怎麼辦 一樣 我們知道 B的平方 4等於 B的平方 方均 減掉第二組平均數的平方 減掉7的平方 根據提議等於幾 1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 B的平方怎麼算 1加上 49 那是誰幾 20等於幾 1000 可以嗎 因為 A加B的平方 是把A的平方 再加上B的平方 就好 可以嗎 所以它就等於多少呢 它就等於 560 加1000 所以40 減掉 AB的平方 6的平方 算出來 就是我們的答案 可以嗎 這樣OK 喔 好 那是多少1560 除以40 多少 156除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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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9 39 39-36-3 3 可以嗎 好 到這裡 這樣OK嗎 大概是這樣 這個蠻簡單 這個 偷偷跟你們講一個秘訣 就是考統計的秘訣 就是把公式寫在考前的旁邊 我說真的真的非常有效 你們有時候要想公式要轉換的時候 沒有看著東西喔 很難去思考 所以強烈的建議喔 你們偷偷把公式寫在旁邊 這樣寫著喔 你們會發現 在抄在對的時候 心中會比較底定 好 來 那再來繼續囉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後面喔 這是作業寫一寫 呃 來 接下來 我們要講的東西喔 這個是伸縮平移跟標準化 來 16頁 同學這個 證明喔 其實 證明我覺得還不難喔 但是有點瑣碎 最主要是你們可不可以去理解這些東西的意義 理解這些內容的意義喔 像這個 這個數據喔 有兩種主軸 一個是均數類的數字 一個是差量類的數字 那這兩種它有各自的特徵 接下來開始平移伸縮囉 接下來開始平移伸縮囉 假設XY是兩組數據 那Y是從X經過A倍加B變來的 同學 這樣子的性質叫做線性的關係 linear 不是linear linear 線性的關係 可以嗎 就是一條直線方程式的變形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全距啊 全距就是最大減最小 對不對 那請問你全距有沒有負的 全距沒有負的 如果每一種資料都加10分 請問你們全班加10分 最高分最低分 差會不會有變 不會有變 但如果乘以兩倍是差會變兩倍 可以想像喔 好 再來第二個中位數呢 全班加10分 請問你中位數會變 會 中位數是考最中間的那一個人 他有沒有加到 有啊 對不對 那如果全班乘3倍 中位數會加到 會乘到 也會 所以中位數就是 隨著題目怎麼變 然後怎麼變 那算數平均數呢 算數平均數也是 隨著題目怎麼變 他怎麼變 A嗎 為什麼 其實蠻簡單的 我們從定義去看一下 我們知道 YI 等於A XI 加 B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μY 就等於 Y1 加Y2 一直加到YN 除以N 是每組資料 A1 加B 不行喔 B誤了喔 AX1 加B 到 AXN 加B 再除以N 對不對 好 那已經很明顯了喔 首先 首先 你可以把A 跟B 拆開還行 A 全部都提出來 每組資料都有A 所以提出來 A 被你稱讚 X1 加到XN 再除以N 那有N個B 除以N 就是NB 除以N 是不是還變回B 這樣可以嗎 那同學請問你這裡是什麼東西 μX 這個是μX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這邊就評得到我們的借口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聲音很爽 很爽 我今天聲音很爽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他會變得什麼 同學 所以這種μY 可以寫成A倍的 μX 再加B 可以嗎 好 這個OK了嗎 這證明有一些學校考過 所以跟著寫一下吧 好 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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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再講一次是嗎 哪邊再講一次 根據定義哦 UY是不是Y的平均數 所以等於Y1加到YN 除以N 對嗎 對嗎 注意兩組的數量都一樣 那Y1是A1 AX1加B 因為我們是說 沿著這個式去變成 Y1等於AX1加B Y2等於AX2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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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1加到AXN 除以N A提出來 每一組數有B 有幾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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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NB再除以N 分母有一個除以N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其實這個平均數也還蠻合理 我們照全班如果調分 平均也會增加 對不對 全班乘以3倍 那平均數也會變3倍 全班加5倍 平均會加5倍 這樣可以嗎 好 接下來第四個 標準差 也會有一樣的性質嗎 你要注意喔 之前標準差就有討論過了 如果標準差的話 它的變換 只會跟倍率有關 而且一定要是正 跟加減沒有關係 可以嗎 我們上一次有用圖表講解給你們看過 每組資料加10分的話 上面的差會變 不會 只有成這樣倍率的時候差會變 所以我們來寫一次 來囉 這個 這個 SigmaY等A倍SigmaX 來 首先我先把Y等於AX加B寫好 每組資料都都有這個性質 可以嗎 每組資料都有這個性質 來開始囉 這個時候 好 SigmaY等於多少 更好 我用最原始的定義 X方 均來正 可以嗎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來 來 這個時候每組資料都變成原本A倍加B 而且不要忘記囉 平均 也是一樣 對不對 對吧 平均是不是也就是這樣 這OK嗎 這OK嗎 可以齁 所以每組資料都換掉 等於根號的 Sigma 裡面 A倍A3 加B 減掉新的平均 對不起 這邊比物齁 這邊寫Y才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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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比物齁 ASI加B 減掉6Y的AμY加B 減掉AμY 再減什麼 減B的平方除以二乎 同學會不會太快 可以嗎 可以齁 那把BB都約掉 這個A 是不是可以提出來 A是長數啊 所以提出來變成多少 更號 然後 N分之 來 這裡有平方 提出來變A平方 Sigma A3 減 μX 對不起齁 這邊是μX 減μX 的平方 同學我再說一次齁 這個A提出去以後 是不是 裡面是XI減掉μX的平方 那A再提出更號外 就是A的能夠值 絕對值 乘上更號 N分之Sigma ASI減掉μX的平方 這樣OK齁 可以嗎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標古X的平移跟伸縮 好 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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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注意這是AμX-B嘛 這個 沒有比物了齁 那乘上A倍的μX加B的話 扣掉以後 把BB約掉 A提出來 注意 這裡有平方 所以提出來A是有平方的 但是在提出更號以外 就沒有平方 沒有加絕對值 可以嗎 這樣OK嗎 好 就這樣齁 好 同學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 是不是有我們的原本的SigmaX 對不對 原本的X的標準差 對不對 原本的X的標準差 在乘上A的絕對值 可以嗎 好 就這樣 就證明完畢了齁 那實際上我這個證明其實寫滿隨意的 最主要是因為我自己用觀念跟你們講過 標準差 是用來看 每一組資料 跟平均之間的距離的差 對不對 那既然全部加10不會影響 乘以倍率才會影響 所以它不受加減的影響 只受到前面的倍率的影響 好 就這樣 好 第二點等一下再講 那這個時候再整理第二件事情 這個統計量 一維的統計量 有兩個主角 一個叫做均數 均數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用一個數字來表示一整組織的均數 例如說 平均值 中位數 中位數 中位數用me來表示 medium 或是怎麼樣 這個平均數跟中位數是最最標準 可以嗎 沒有 這叫均數 這個看不懂 哪邊看不懂 這個看不懂 好 同學 這個我再講一次 沒關係 我們今天有充足的時間 這個今天講完 我再給他們時間 所以 不用擔心 來 我再說一次喔 這公司有看過嗎 標準差 記不記得 如果不記得的話 要稍微翻一下前面 這叫標準差 就是把每一組資料 靠到平均的平方 再說 這叫 X方均 X的平方 除以二次取平均 再看更好 這叫標準差 這是定義喔 這是定義 好 那標準差用來看 討論其中跟分散的大小 如果資料 Y是用原本 A倍加B來變 那平均是不是也會一樣 好 那這時候我們把這個Y 把它代掉 其實答案就出來 可以嗎 Y可以寫成AX加B 沒組的 那這個 Y的平均 所以也可以寫成 S的平均的A倍加B 代進去以後 加了多會變簡 BB約掉 這兩個A字可以提出來 可是你從平方提出來 外面是要平方 這可以嗎 這個A是常數喔 常數的平方提出來 直接提出來 那這個A的提出根號 這個加絕對X 對不對 因為A可能是出的 可是我們知道 平方以後 是不是都是正 可以嗎 所以這裡 是因為原本的A成標準差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說 不管怎麼樣伸縮平移 我們的標準差 都是原本標準差的A倍 可以嗎 那A不能是負的 那加絕對X 那我再講一次 我要講的均數跟差量 這統計量有兩種 一個是均數類 一個是差量類 這個均數的話 它有什麼東西 它有平均值跟中位數 最有名的 可以嗎 齁 那這個差量類有誰咧 差量類呢 有個全具 全具 可以嗎 然後呢 還有什麼東西 四分位差 QD 還有 要怎麼差 要差量類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喔 那這個時候 如果經過變形的話 如果Yi等於A倍的Si加B 你會發現 所有的均數 都會受到這個伸縮跟平移的影響 A嗎 所以你會得到這個結論 就是所有的均數 新的均數 就會變成 原本的均數 乘上A倍加B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平均數啊 中位數這種 用一組資料 表示整個數據的 它會受到加減成縮的影響 平移伸縮都會影響 可以嗎 可是這個差量呢 就比較有趣了喔 如果我們的資料 一樣是經過A倍Si加B 都叫做線性的 注意喔 前提是 資料都是線性的變換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新的差量 會是原本差量的什麼杯 A倍加絕對的 所有的差 在定義的時候 都是正 四分位差 是不是第三四分位減低 四分位是不是正 第三比較大D比較小 對不對 全句是不是正 是 標準差是不是正 也是 可以嗎 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 整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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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練題目 再講標準 什麼情況 那 就是 Q 然後D 然後D QD跟標準差 Sigma 標準差是 Sigma QD QD是四分位差的意思 Q是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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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这样 好等你 这个整理哦 就是说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资料是怎么伸缩表 还有这个你们就要读文族离族 这个真的要赶快阻定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已经决定了吗 哪个学校还没 哪个学校还没 你离族了 不用讲 你一定是离族了 你的协议就留着离族了 对啊 这个 第一个 台湾的薪资 基本上来说离族的平均是比较高 但是文族也可以很高 重点是文族的要让人体现到你在文族的价值 像我有一个朋友是他的薪水是每个月是一万欧元 他是在那个写那个实物评论跟文化评论的一个月一万欧元 你知道吗 台币哦 乘以五十倍 对啊 跟我同年几 四十几倍哦 四十几倍 现在是四十 好 那就是四十倍 对啊 而且他一万欧元的时候 不包含他买食材的费用 因为他会做菜 他做所有菜都可以报销 你知道吗 就是然后他去吃东西也不用钱 然后他这礼拜去吃什么啊 去吃米其林之旅 因为他写食物评论 他第一天去吃金蓬兰 然后再去吃那个 再吃那个猴不雄 你知道吗 那他吃一餐 每次一餐 我看去加来六七千块 每天都吃到这个 快爆炸 他这样过得很爽嘛 对啊 他是文族的 重点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是因为他以前是我的同学 在大学的时候是念教大职工 可是他职工念的很烂 他职工真的不行 那他不行的话 他这个 他这个延避了一年 然后再重考了两次 最后就是 他就是准备 他后来就念那个清淡忍舍 他念忍舍以后 如鱼得水 你知道吗 对啊 还有哦 不管什么的人生都不是徒劳无功的 他虽然就是 后来就是从这个交大 转到这个念那个社会主 然后念职工转到社会主 可是他在念交大的东西 有没有影响到他 有 第一个是他做统计的时候 做得非常有系统 第二个是他写这个一些 一些这个 他的论文 或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社会研究论文的时候 他可以 也可以用离主的巧度去切入 所以我觉得 你任何的东西 不管你念文主离主 喜不喜欢 把他当作你的人生的养分 我觉得可以了 念得很糟 纵使你念得很糟 你念文主念离主念得很糟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真的 这都是一个过程 最后还是要承转 真的就是一个过程 真的哦 这是一个过程 来 这个标准化数学 我们讲 我只要插一版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题 有点赖 来 这个你不讲 我们自己算 来 第二题 第二题来 同学就练习是这个东西 每一组 这六加二 请问你 全局是多少 全局会变成 会怎么样 不会变 周围数呢 全班加二十分 全班 周围数会变二十分 算数平均数呢 这也是会加 七十 六点差呢 六点差几 不变 对不对 伸缩呢 全部都会变 可以吗 全局变成几倍 一百四十 这个可以吗 全局只要有相见 它就不会受加减的影响 只会受乘出的影响 也不会是负的 可以吗 周围数呢 也是两倍 一百一十 算数平均数呢 一百 标准差呢 二十 可以吗 负三倍加十 同学 负三倍加十会不会影响 同学负三会不会影响 负可是只有正 懂我意思吗 所以全局变成几 两百一十 那中位数呢 负三倍加十 负一百六十五加十 负一百五十五 可以吗 算数平均呢 负一百四十 同学 只有这个均数 就是一个数字表示资料 不管正加减乘 总的会造成影响 可以吗 可不可以 可是要维持一个一次方程式的关系 可以吗 那标准差呢 标准差会受这个三零影响 本来是十变成几 三十 这样可以吗 来 第三 同学 像这个第三你会怎么做 你要算这五个数字的标准差 你第一个看Holy Chain 这数字有点大 对不对 那你会怎么做 把它减小 对不对 如果我是你们 如果我是你们 我会扣掉三千一百二十 减三一二零 同学 我减一个数字 会不会影响到标准差的大小 不会 会变成几 三 五 负一 二跟几 六 诶 那平均这也可以算 平均是几 呃 看一下 879 9加60几 15除以50几 3 μ'3 那标准差 是不是随便你算 差方均方均减方均都可以算 来 那标准差怎么算 再看一次 叫做根号 每一组资料 扣料 平均数的 平均数的 差的平方 再去除以平均值 可以吗 哦 那因为上一次有人没有来感冒或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就用这两个这个题目来验证这件事情 我们说过 差方均是等于方均减均方 我们之前有讲过吗 平方的平均扣掉平均的平方 我们接下来就验证这两个会是一样的数字 可以吗 可不可以 来 上面的差方均 每一组资料 扣掉以后的叫做差 0的平方加2的平方 负1减3 叫做负4的平方 加负1的平方 加3的平方 这叫做差的平方 再除以几 再除以5 要取平均 这是几 算一下 上面是几 自己算 下面的 平方的平均扣掉平均的平方 更好的 3方加5方 加负1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加6的平方 除以5 减掉3的平方 来算一下有没有一样 自己去算一下有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 有啊 有 有 有一样 有一样 他们被打死 从这里丢下去 哎呀 好 所以是幾 上面是幾 上面是更好六的 喔上面是更好六 那下面我心算更好六 對 一樣 好不好 你們要自己去驗證這兩個是一樣 我再加強一次 可以嗎 這兩個是一樣 好 好 再來一個歷史喔 做差囉 好 等你們 wait for you wait for you 蛤 你算出來的吧 我看一下 4加16加1加9除以5啊 30除以56 是啊 你應該計算錯誤吧 蛤 可以約啊 你算完就是 這是數字多少就多少 可以嗎 30除以5是6 那這裡咧自己算一下 9加25 34加1 35 35加4 39 39加36 7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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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減96 一樣 這裡是75 15減96 可以嗎 好 來來來 繼續喔 okokok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算是一樣 再來第四個喔 來 接下來第四題 他說 有四組資料如下 要討論他的標準差的大小關係 那你怎麼做 同學 像這一種 一組一組資料的 絕對不可能 要你們怎麼樣 一比一個算 一定是去 比較之間的關係 來找出來 可以嗎 那你會從誰開始看 廢話說 從最小的開始看 來 那最小的跟 32有什麼關係 幾倍 兩倍 你會發現 這個是乘以2 可以嗎 那16跟64呢 乘以4 那B跟C 是不是差了10 所以你會發現 乘以4加10 是不是就是租資料 可以嗎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先去寫喔 來 C A 就標準差 先不要從標準差 以C為觀察者 A 就等於2 C B 就等於4 C 書 會等於4 C加幾 加10 可以嗎 那我們就是要標準差 這標準差 A 那這個A 就等於2倍的C 那B呢 這也是4倍的C 對不對 加10沒有影響 標準差 所以D 也是4倍的C 這樣OK嗎 好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啊 這個 B 等於 書 大於A 大於C A 同學 OK 那你們說老師如果是0 就全部都0 可是請問你C的標準差為0 標準差為0 標準差為0 只有一個課 每組資料都怎麼樣 都一樣才會是0 有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 好 好 OK 這個 有沒有處女獎益就一下 處女獎益就一下 有些東西是補充的 我下一次會講 只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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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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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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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5 如果可以的话我等一下再稍微补充一点东西 好那给你们休息一下 下礼拜会进次之二 但是进次之二之前 我们会先讨论一个补充的内容 然后下礼拜五同学下礼拜五 你们要放假吗 端午节想放 放爆 放爆 好不好 让他放爆 好不好 可以吗可以吗 因为端午节你们有一点住很远的就 就在skate home 羊羊你的感冒 来 在这边 好来来来 看我这里看我这里 来 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 妹妹妹 叫标准化 标准化 是一个数据的处理方式 同学我问你们 假设 一组资料 等于 3倍 不要乘3倍 我们资料 这样写 写5倍 除以10 那平均是不是也会这样做 这是一条直线 对不对 这是一条直线 对不对 那平均数 是不是也会维持这个直线的关系 可以吗 那标准差呢 就变成原本的资料水几 水几 好 那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哦 我们原本资料 我们原本资料 x1到xn 先把他的算数平均数算出来 同学 算数平均数跟高准差在这里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已知的 常数 就是一个一般的数字 就像3跟5一样 可以吗 已知常数 好 好 那这些都是已知的常数的时候 如果 我们资料 依照 这样子去运行 来 新的资料就是 z资料 z分数 我们z分数是一条直线哦 他怎么变换 把每组资料 扣掉 μ 这个数字 再除以sigma这个数字 可以吗 OK 好 那请问你们哦 请问你 他的平均数会变成多少 他的平均数会变多少 同学 我们平均数字会沿着这个式子一起动 跟着这个式子一起变形 对不对 那既然跟着这个式子一起变形 那会有什么现象 会变成 μx 减掉μ 再除以标准差 那同学 我们知道这两个数字是不是一样 可以吗 所以减完会变成几 减完会变成0 可以吗 这两个数字一样 减完会变0 那这个新的标准差 那这个新的标准差 会变成 原本的标准差 再除以sigma 那求你 原本的标准差 x的标准差跟这个sigma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吗 我们 x的sigma 也是一样 也是sigma 所以这两个数量会变成几 e 它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当你把一组资料 每组资料扣掉平均值 再处理标准差的时候 根据前面的线性讨论 你会发现 平均数会变成0 标准差为变成几 e a吗 标准差为变成1 平均数会变成0 好 这里标准化以后 平均数为0 标准差为1 好 同学 我知道你们这样 听起来很模糊 因为这个东西 符号太多了 那怎么办 我跟你讲过 TML设计好 看我真的是很厉害 来 来第5页的第1小题 我查不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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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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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来 这个接下来看 第1小题 他说五位选手 选手的身高 要适求标准化数据 同时我告诉你们 这五位选手的平均数 你写在这里好巧 你写在这边 可以吗 这个我都写在这里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去算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这个标准化 程序 首先 首先 我们标准化 就是z分数 这时候 每组资料 就等于 原本的资料 减掉 原本的平均数 再除以 原本的标准差 也就等于 每组资料 靠掉 175 再除一起 除以2 OK吗 可不可以 因为原本的平均是几 175 原本的标准差是2 那是可以自己算 好不好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做看 第一组资料 减175 除以到自己 175-175 0 172-175 -3 除以2 176-175 1 除以2 174-175 是几 -1 除以2 178-175 是几 3 除以2 可以吗 OK 那同情求你 平均数是几 你看正负账 全部都消掉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平均数 为0 可以吗 OK 好 再来 那这个时候标准差我们测试看 标准差 都可以 我们就用这个 差方均好 每组资料扣料差的平方 可以取平均 12345 属资料 0的平方 0减0的平方 加上 2分之 3减0的平方 4分之9 2分之1减0的平方 4分之1 4分之1 4分之9 同学 4分之20 5 等于根号的5除以5等于几 等于1 你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情 当我们经过标准化以后 我们标准化完的结果 平均已经是几 1 标准差已经是几 1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那你就会问第2个问题 老师 那这有什么用 有用吗 有用哦 用组织在下面第2题解释 假设 某校有 假以两班 可以吗 人数一样多 人数不一样多也没关系 人数一样多不加好 第一次模拟考成绩 假班平均60分 6分差5分 乙班平均64分 6分差8分 那小明在假班考65 小华在乙班考70 那这一次的模拟考试谁在班上的排名 相对比较前面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z假 假班的怎么算 假班的是 原本的资料 减料 60出入 可以吗 好 那 乙班的标准化分数怎么算 6 Y减料 64 再除以8 可以吗 好 那这个时候来 小明在假班考了65分 小明 65 减 减 除以5等于几 等于1 这个时候小华 怎么看 小华 是70 减 64 除以几 除以8 算才是几 0.75 可以吗 那这两个人有什么特色 听我这边 看我这边 这两个人的平均数都是几 0 标准差都是几 1 也就是说 在平均等于0 标准差为一单位的时候 你会发现小明在什么位置 小明在一标准差的这个位置 一个单位标准差的位置 那小华 是只有0.75 标准差单位的位置 所以请问你 以平均为观察者 谁相对的比较靠前面 是不是小明 看得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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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平均数是0 标准差是1 这两组资料变成用相同标准 在讨论 这时候小明是1 小华是0.75 0.75 只有在这里 可以吗 所以从这边就可以得到结论 小明 的排名 较靠前面 小明的排名比较靠前面 可以吗 OK 所以我们就知道标准化 可以把不同单位的东西 都摧毁掉 变成同样的基准来讨论 可以吗 OK 好同学那 超厉害 7点整 我们休息5分钟 好不好 你们要休息5分钟还是10分钟 休息10分钟 大家稍微不懂 今天要上来这边可以来 辛苦了 好 好 好